智能环球企业有限公司 照明基本概念 基础版 流明和光照度 流明指光源产品之发光量 即每一秒所发出之光良度的总和 照度实际指光源和光通量均匀分布于平方米面积上的光照度 即勒克斯值 结论如图所示 相同的流明但照射面积大小不同 那么出来的勒克斯值也不同 即勒克斯值与光源的距离及角度有关 光源效率 光源的效率是以其所发出光的流明除以其耗电量所得之值 光效即每瓦流明等于总流明除以耗电量 也就是每一瓦电力所发出光的亮度 其数值越高表示光源的效率越高 因此对于使用时间较长之场所 如办公室、走廊、隧道等 光源效率通常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平均照度 平均照度应用要求照度的定义为被照体单位面积所受的光通量 其单位为 勒克斯每一不同使用墓地的场所 均有其合适的照度来配合实际需要 例如一般家庭书房的全班照明照度约为100勒克斯 阅读时则需要照度600勒克斯 此时可用台灯作为局部照明 以达到所需照度 照度太低时容易导致眼镜疲劳造成近视 照度太高则过分明亮刺眼 形成电力浪费 色温 色温在不同应用环境 以绝对温度K来表示 色温度3000K以下时光色有偏红的现象及黄光 给予一种很温暖、亲切、舒适的感觉 色温度超过5000K时 颜色则偏向蓝光及白光 给人一种清冷的感觉 令环境变得清净 显色性指数 天然光的显色性指数为100 显色性指数越接近100 我们看到的颜色就越接近物体的自然原色 也就是颜色逼真的程度 显色度高 我们所看到的颜色也就是较接近自然原色 显色度低对于颜色的表现较差 所看到的颜色偏差也延迟 功率因数 功率因数减称PF 是一副在所消耗的有功功率 与其是在功率的比值 纯电阻负载的是在功率等于有功功率 其功率因数为一 若是由电感、电容及电阻组成的负载 功率因数会小于一 功率因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发电机容量 得以利用的比例 是合理用电的重要指标 功率因数的高低 对于电器设备的利用率和分析 研究电能消耗等问题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电力公司为了反映较大容量设备及浪费能量的成本 一般会对功率因数较低的工商业用户以较高的电费费率来计算电费 寿命 分为平均寿命和经济寿命两种 以小时为单位 平均寿命 例如每个100个灯泡同时亮着 若6000小时后第50个灯泡坏掉熄灭 此灯泡的平均寿命则为6000小时 经济寿命 只留名输出的总时数以上 灯的光通维持率达到标准规定的要求 并能继续燃点至50%的灯及50%的灯失效时的寿命 同时考虑损坏以及光束输出衰减的状况下能维持光源为70%以上 阻燃级别 塑胶阻燃等级由HB、V2、V一项V0逐级递递增 第一 HB UL94标准中最底的阻燃等级 要求对于3到13毫米厚的样品 燃烧速度小于40毫米每分钟 小于3毫米厚的样品 燃烧速度小于70毫米每分钟 或者在100毫米的标志前熄灭 第二 V2对样品进行两次10秒的燃烧测试后 火焰在60秒内熄灭 可以有燃烧物掉下 第三 V1对样品进行两次10秒的燃烧测试后 火焰在60秒内熄灭 不能有燃烧物掉下 第四 V0对样品进行两次10秒的燃烧测试后 火焰在30秒内熄灭 不能有燃烧物掉下 感谢您的观看 智能环球企业有限公司 照 coating 那 风季打 藏 予 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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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